为在扬眉普新地区的五福公园 远属国有财产属土地 投赢市政府争取释出代管开路辟公园 一并解决水患问题 五福公园跟五福路 这个基地是国产属的土地 那共有5400多坪 当时这个整个是杂草重生 而且它跟我们民宅的漏差将近一米 每次下雨啊 这雨水就往民宅冲 就每次都淹大水 所以跟市场报告完 是来在半年内 把这整条五福路开扣完成 活化空间中立西元路资深堂围墙边 出现了一处人行步道 串联新街西河岸 提供市民运动休闲 这一段路呢 这段人行步道 其实当初是为了 我们在做新街西治理的时候呢 也连带的把旁边的人行步道也做了出来 那在地的民众本来是希望说可以做成一个环状型的步道 那可惜要在到对岸的时候呢 那遇到了像河川自已线的一些问题哦 所以就比较难突破 所以后来我们就折衷在这个执政堂的后方 那就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 做出一个可以通行的人行步道出来 全台选猫数量在去年达到295万只 首度超过幼年人口数 养宠物人口增加 青埔地区催生宠物公园 像环北路到我们领航南领航北 有一个那个自行车步道 目前已经坐了差不多一两公里了 那这个部分很快会连接到青埔 连接到青埔的时候 我想河道旁边可能有利美化的小公园之类 那时候来要求找一块公园来当宠物公园 可能地方反对的声音会比较小一点 更多节目内容请锁定今晚的明代新在地情 你练习的连接的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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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土 在中国它们在几个年轻航 还会变得很适合 一直在电脑在中线上 他们都有一个不错 一条好想起来 一个小小小的地区催跌